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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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台北市打造智慧小指 可以說前面是沒有案例可以參考 整個團隊是抱持著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的一個心態 從運送開始 每一間學校的電梯都沒辦法承受86吋的體積進去 所以完全是用人力來搬運的 像某一個國中就還搬上七樓 那個真的是扛完大家都累翻了 那包括後面我們在拆黑板 每一個黑板都像驚奇的禮物盒一樣 我們拆開才知道後面是紅磚牆 遇到紅磚牆就去幫學校做補水泥 整個296間補了快100間的教室 可以說是花了相當多的能力跟一個資源在這個上面 那我們希望說開學的所有老師跟同學可以有耳目一新的一個教學設備 這次人愛國中智慧教育的建制是為了符吟我們108年新特綱科技領域的實質 透過我們智慧教室智慧大螢幕的建制 讓我們數位學習的教育學能夠在課堂上去實踐 我們可以看到孩子在課堂上快樂的程度 也可以看到孩子在學習上的參與程度 其實有大幅的提升 也引起他們在學習上能夠高昂的一個學習興趣 智慧教室的出現呢 對於老師的教學設計的改變 翻轉教育的一個改變呢是非常有幫助的 最近因為裝了這樣子的一個觸控螢幕之後 我們發現每一個孩子都非常有熱情 每個人都不在睡覺 而且把頭都抬起來眼睛瞪大了 他可以加強大量的師生互動以及即時回饋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今年寒假密集施工完畢之後 其實一開學第一天第二天老師就開始使用了 不管在使用的流暢度 不管是有限無限接過來都還蠻順暢的 那無限傳輸的最大好處就是 不像老師以往只能被綁在黑板前面 可以走下去看同學在做什麼 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同學的部分其實反應也還蠻不錯 老師給我們做題目的時候 我們有上台去使用古德的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 有這種觸控的話就寫字會比較公正 就是我們會看得比較清楚 我覺得即時的功能很不錯 就不會讓對太多時間在作答題目上 還有一個叫做低藍光不閃屏的功用 其實這樣會保護老師跟學生的眼睛 而且學生們也有反應 不管他們是前排跟後排的學生 他們在看這個大螢幕的時候 是非常清楚的 在課堂上呢 老師們的教學的教材可以錄影 也方便老師做教材延伸之用 我自己本身是社會科公民科的老師 那其實公民科有很多需要討論的 時事新聞的議題 所以我其實本身在課堂上 就很常在用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 然後來進行互動 搭配這個觸控的這個螢幕 可以有提供很多即時 老師跟學生互動回饋的方法 他們可以上來嘗試一下書寫的感覺 甚至使用一下這個高科技的產品 讓他們也有親身體驗的感受 除了可以分享他的答案之外 老師也可以做一個立即性的批改 可以讓老師跟學生的距離又更近 他增加了很多多元跟有趣性 資訊組的話可以透過AMS管理平台的話 直接幫老師設定開啟觸控顯示器的帳號跟權限 那這樣子每個老師的話 就可以把自己的教材放在雲端空間跟NAS上面 那透過自己NFC卡感應一下 就可以直接開啟個人的使用紀錄 存取上課要用的教材跟資料 學校可以利用無聲廣播系統的話 來進行文字的推播跟YouTube影片的推播 非常便利 我們對智慧教室的期待 其實總括而來講 我怎麼讓這個教室在特定的教學目標下 能夠比以前更好 能不能讓學生更沉浸式地學習 我是在5G上學習 因為速度夠快 我是用Big Data來分析 我是用AI來做Machine Learning 當他所有的學習 都是用這些新的科技來支持的時候 智慧教室它才有它的意義 這次的智慧教室 我們集合了大家的力量 包括一些遠廠 以及協力廠商 以及安裝的師傅跟工班等等 才能夠成就這整個案件的完成 那後續其實還有一些路要走 包括怎麼協助學校的老師 在教學現場來應用這樣的設備 讓整個教學有更多的不一樣的可能出現 這次的建制的團隊 他們在軟硬體的整合 以及界面的界階方面非常的用心 而且很努力的讓它能夠符合學生學習的需求 以及老師教學的需求 讓我們的整個智慧教室的環境變得更多元 而且便利符合未來學習的趨勢 封售